5月30号 中国国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针对近期军事热点问题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会上集中进行了回应 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 美方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做法 对于美方的动作 吴谦表示 针对美方包括经贸领域在内的一系列挑衅做法 中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前中美两军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局面 双方保持着正常的沟通和交流 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拓展合作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 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努力使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在美方加大对中方遏制打压的形势下 中国的发展 包括中国军队的发展 面临着不少困难与障碍 针对如何看待美方加大对中方遏制打压的问题 吴谦指出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不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片小小的浪花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回首中国人解放军92年的发展历程 就是一部从无到有 倚若胜强的壮丽诗篇 威胁恐吓 唯独遏制 不仅没有吓住我们 难住我们 反而是我们万众一心 越战越勇 近来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 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美舰频繁过航台湾海峡 针对美国方面在涉台问题上的频繁动作 吴谦强调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最近频繁打台湾牌 妄图以台治华 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中美建交和发展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 美方一系列举动是在玩火 严重危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 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当天发布会上 针对美方个别人的文明冲突论 吴谦也用中国谚语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做了回应 他表示 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 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 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